提到最能解决便秘的水果,一般人都会想到香蕉 但一项国际研究指出,每天吃两颗绿色奇异果 每周排便次数可增加1.5次,效果优于泄药 同时原本肠胃道不适的症状也显著改善 医师表示,奇异果除了可避免便秘外 也很适合糖尿病患与减重者食用 基隆肠根医院胃肠肝胆科医师钱正宏在其脸书表示 一份由纽西兰奥塔哥大学发表在美国为长学期刊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的研究指出 奇异果可以改善便秘,绿色奇异果效果优其好 相较于过去研究 次份研究是由纽西兰学者找来日本 意大利与纽西兰等三个国家的志愿者进行 研究设计较严谨,更具说服力 钱正宏表示,此次研究邀请三国 共184名参与临床试验 分成健康组功能性便秘组和便秘型肠造症组三组 其中,便秘型肠造症的定义为便秘会伴随着肤痛 而功能性便秘组则无肤痛症状 研究目的是比较奇异果和临床一线使用的药物Celium 即洋车钳子对于慢性便秘的患者的治疗效果 参加者每天吃两颗去皮绿色奇异果或泄药洋车钳子7.5克 依序隔一个月,并记录吃水果或吃药室排便情况 结果发现,两组有便秘的患者 吃奇异果的通便效果明显优于吃泄药 每周自发性排便的次数明显增加1.5次 此外,原本有便秘与肠造症的患者在吃奇异果后 原本未畅道不适的症状也获得显著改善 钱正宏表示,奇异果应含丰富纤维 可以吸收水分,软化粪便,让排便较不费力 此外,奇异果是属于DGI生糖指数的水果 适合糖尿病患或想减重的人使用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